《啤梨晚報》逢星期一至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主持啤梨林匡正 我見到泳春南和馬日發覺 連看AV和打飛機都沒有時間 這真是很淒涼的 老實說 隨著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會發覺看AV真的很久無聊 就是要打飛機的時候就要看看 或者看AV是為了打飛機 要搞清楚那個因果關係 看AV不打飛機是做甚麼 因為你是為了準備打飛機才看AV 不然是想我真的沒見過別人 不是打算打飛機 不是有性慾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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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那個可以很想看 我真的沒見過 不如看一下這一個女之女王 我還沒看的 金智媛 就是我偶像 大家應該知道了 就憑藉著這個女之女王 終於登上第一線 現在是大Hit 特Hit 我沒有看這一套 我還沒看 我會看的 但是金志煥 我真的覺得是當今第一美人 最當打 當fit 哇 領得這麼厲害 能夠比異的韓國女星 只有現在也算是老去的李英愛 或者我們大美人林青夏德星的時期 是這樣的級數 香港的時候想不到人可以跟她並肩 哇 這種女孩子 昨天我身邊的人就說 我在我年齡的時候 我不覺得我會比她差 我只能夠跟她說一句 你拿來的自信 你要有這麼自信 我也只是這麼說 好了 今天我沒有什麼準備 當然可以繼續講講我的歐友 隨口講就可以做一次節目 其實這次我回到香港才算過 我總共住了18晚 應該就是6間酒店房 為什麼說是酒店房呢 因為我有些酒店我會離開過再去 都是住那間酒店 不過不是那間酒店房 住了6間酒店房 有18晚就有6晚逗留在荷蘭 六天五夜 你看看一看 一二三四 有5晚逗留在荷蘭 即是有13晚 我是在英國都有的 有3晚在倫敦 即是有10萬在曼城 你想想 曼城這麼小的地方 我可以逗留了15晚 你說我對曼城有何其熟悉呢 現在對著荷蘭有何其熟悉呢 甚至乎對著倫敦 我也覺得我挺熟悉的 有兩天 因為我去了20天 即是在飛機上度過 首先先說荷蘭 當我跟一些比較熟悉的歐陸的朋友說 說你去了20天 有沒有去德國 有沒有去比利時 有沒有去瑞士 有沒有去盧森堡 正常來說是說20天都去了 但我又說沒有 我就去了荷蘭 又不是英國 蛤 你去了荷蘭幾天 我說6月5天 我問How can you stay in Netherlands 這是我的鬼佬朋友說的 For 6 days no way 那時候我已經帶著一個很不安的心 但沒有辦法 一個行程人員 我安排他 如果人家安排完之後 阿澤阿澤就吵他 當然是被人吵的 硬著頭皮 都要去 我首先這條題 因為我很心急 進來做節目 我寫一句 其實阿姆斯亞丹也是 海牙金玉其外敗稅其中 我希望住在荷蘭的朋友 不要生氣我 為什麼我說是敗稅其中呢 因為荷蘭這個地方 就像我們看的明信片一樣 它非常美 加上天氣好 海島氣候 天陽光燦爛 真是好 真是美得不得了 但是呢 真是骯髒到地下 因為你拍照 你看不到的 周圍都是煙頭 垃圾 你真是猜不到這麼美的地方 我在香港 我自己 盡量不要做火車頭 吃煙就站在那邊 免得在那邊走 那些煙都攻到別人 被人撥 這樣就無謂吵了 荷蘭人真是好運不忌 還是遊客呢 周圍吃煙 丟煙 彈煙頭 周圍都煙頭 我想這些呢 荷蘭政府真的要跟進一下 還是他們那麼純相自由呢 好像在英國我見到 但是荷蘭更加不羈 警察都很煙頭當奸 像少林足球那樣 很有型的 那天我又說了 第一天的行程 我已經全部走成阿姆斯日間 那樣子了 我真的有早機 第二天我首先就是去了 我跟大家說的那個風車村 其實你問我 我現在回頭 當年我去的時候覺得很無聊 要這麼大自然美景 但是你後來我回頭去想 其實都是值得去的 因為真是美麗 也有那個風車村 風車一定是建築在河流上面 大家如果知道荷蘭就知道 它有很多水 很多河道 因為它靠那些水去灌溉 後來做來風車 還用來動力 就是很多樣東西 我們講的那些就不講 我記得那個 我見到一條友 有一條馬路 那個樣子有點像雲佩斯 很有趣的 雲佩斯 很有趣的 雲佩斯 很有趣的 然後表了一個開磅 接著我一直看上一個煲衣 原來它是那些遊覽艇 遊覽艇 但是它就不是很像 在阿姆斯亞丹 或阿六丹 裡面有一些是圍著一個城的遊 它不是 它就只是在那個風車村那條河道 繞個圈 但是也要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但是只有我和他 和我太太兩個人 我買票的時候就問了一個美女 特地問她 我覺得那些是中國人的款式 就問她 你要等到幾個人才開船 她說不用 我們不等人的 就算一分一個 他們都照開的 我說是不是不是很好 但是那個雲佩斯原來是爸爸 原來就說 因為她昨天已經很忙碌 她 make a lot of money to yesterday 所以不等了 兩個 我說不要緊 你等五分鐘 那就謝謝我 跟我吃煙 這個雲佩斯跟我同年 原來她娶了一個印尼女生 所以就有一些 好像亞洲人血統 她說那女生今年26歲 一年做半年東西 另外半年就是泰國去玩的 她說她自己也是 做半年東西而已 她說這半年她就 跟著她又去東南亞 好了 今天介紹每一個風車 每一間屋 河邊那些 其實我應該要發一些照片 一會兒看照片 我有些照片 但是照片給我老婆 免得了 她就跟我說她那些照片 她的屋是very expensive very luxury and expensive 很貴的 約一百萬歐 或者二百萬歐 那我根本就很貴的 但是最近這個冷知識就是 她跟我說 她說 凡你見到那些綠色屋 那些是有錢的 她那些照片 彰顯自己是有錢的 因為綠色的那些painting是貴一點的 不知道什麼原因嘛 我從那裡開始介紹我吃的那一餐 我就說了 我就覺得 你這傢伙不是做街的 你應該做 就是public agent 你這屋什麼時候賣多少錢 全部都知道 我當然不會說 說一百萬歐是甚麼呀 香港 買利文大俠而已 那八百多萬 好了 接著呢 我們就上車了 因為我們所有join的day tour 是怎樣呢 其實是一個集合點 有車載你去這裏 車上面有街會說說話的 然後呢 那天就再接你們 又載你去就是那個 所謂的花園提屈金香 然後你看完 就一落車就四散了 幾十人 自己看完那個金香 她就會有車接你去阿姆斯特丹 那你自己喜歡幾點車 就幾點車 好了 屈金香 我先說過了 理想和現實 其實從來沒有人說過有花田給你看的 但是 我們看一些照片 就是宣傳照片 就是一大片花田 加上我自己 我上次說過了 我在非洲 在美洲 見過那些花田 我當然想像 哇 一望無際的屈金香 是多宣偉 多宣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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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我們終於到這個收費 都要二三百港幣的 屈金香公園 上次 我們還有一張照片就播了 我們屈金香公園門口那張照片 那我想想 哇 門口都這麼漂亮 裡面一定不得了 大家 說真的 它裡面真的很漂亮 這個公園真的很漂亮 而且荷蘭原來是 啊 我不去 我不知道 原來是這些Gardening 這些野外種植 甚至乎 它會出口很多樹那些東西 去世界不同的國家的 OK 我們來跟別人佈置 真是有一套 但是 你不要期待我花田 OK 我們開始看照片 喂 不是 我給你 我也很多 這個呢 其實是一盤來的 啊 一盤 是我蹲低了 哈哈哈哈 用我的新手機 只是拍那裏 如果我高一點 後面那個鏡頭拿高一點 已經拍到人了 是不行的 後面那些呢 其實這裡是很小的 大約是一個 就是我們少林18銅銅的那個頂這麼大 我把手機壓到很低 只是拍些花 好像少林那樣多 我們平時看照片 不單止是這樣 還合成 我很肯定他們合成 拿到這裏有花田 其實 它可能有花田的 但是就不是在我們看公園 但是這個公園也是值得去的 我覺得 我忘記它 我不會讀的那個名字 是荷蘭文來的 幸好它 我想你們一看花田 其實是一些這樣的公園 哦 這樣有一堆堆 是的 其實去到 你始終是大自然 那些道路又很靚 都是靚的 但是呢 也有些河擺設 但是就不是你想的那些花田 真的不要想多了 我再去 那些河啊這些 因為我大部分想要我 或者我太太 所以我就 skip了 其實呢 這些全部不是下載的 我用手機的 那你 你終於明白 為什麼那些鬼佬這麼喜歡 坐在那裏 真的曬太陽 因為我去那裏 走我大概一個小時都不夠 我已經受不了 我都坐在那裏 我都坐在那裏 曬太陽 我說 你怎麼有車啊 搭車回去 其實就不停 我還未經過 是靚的 真的很靚 好 再去 那我當然啦 我在門口臨走的時候 看到呢 這個是我唯一 叫做同仁合照 看到那些荷蘭 你知道啦 去找食全部都養 你去到新疆 其實那些新疆小數民族 你猜她平時會不會穿成這樣 小數民族 當然不會 但是哪裡會和你拍照 但是呢 畢竟是一個鬼妹 那我當然要和她拍照 好 再去 好了 跟著呢 這裏呢 其實呢 突然間 我擺亂了 這裏是阿姆斯特丹 那條混河的夜景來的 這個應該已經9點10點了 那些日照時間 那特別在是什麼呢 其實我不知道有什麼特別劑 應該是那個好像很出名 我不知道 可能那些網友 真的告訴我 你知道 意大利有比薩邪塔 其實我們看到 中間的那個建築 都是歪歪的 那我記得我小時候 看這些荷蘭風情畫 都有介紹過 那你去到 不害如是 你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 你這樣說 這麼歐陸的 這麼西西歐的 歐陸建築 加上那些 那些燈光 夜景 就漂亮了 而且去那個旺城 晚上10點11點 它真的旺過 英國就不太旺了 它真的旺過我 印象中 特別是一天放假 嘩 好像90年前 銅鑼灣 星期日那樣 多人不到 那些遊客 就是多人不到 那些天魔谷擊 那這個就是 雲河邊 其實在後面就是唐人街 來的了 再去 那這個應該都是 那一個地方 就是 前面一點點 就是 最想的盡頭 就是 那個阿姆斯特丹的 中央車站 我放了那些照片 不要緊了 我照講 我看到廠我會講的了 OK 那這兩個手機拍的 那大家都可以 是挺漂亮的 S24真的很似似乎 好 好 那這個是中央車站 那其實呢 你就這樣看 這些就已經是 如果 其實 年紀大一點的朋友 阿正也是 小一點 其實英國也是 如果我們以前 中上環 根本就是這樣 不過拆了 以前是很密集的 就是不同 現在只有遠遠一間 以前我們小時候 我七幾年 七十年代 我小時候 過西環 當年有唐樓 但是有很多類似 這一類的建築 這些應該是歌德式來的 我再去 好了 真是跳來跳去 那天呢 我們在這個 阿姆斯特丹的那間 海天酒家 就是說我遇到一個很漂亮的 讀碩士的香港女仔 我做什麼 大家有蝦腸 蝦腸 隔壁那個時候 是分開的 你看上去都是幾次樣的 蝦腸 很漂亮 透度那些 好了 牛柏葉 排骨 鳳爪 和燒賣 全部都很漂亮 我呢 我就覺得 我經常跟我說 歐洲 哪裡 加拿大 這些東西很認識香港的點心 其實是有道理的 第一就是 很多香港人過去 老師傅 第二就是 老師傅過去 他反而不轉 他一代一代教你 那些新的質疑 可能他都走了 到了 然後師傅教我 我就這樣做 反而 全部都即徵 所以 但是 你又不覺得 他們又不覺得 五、五、七、八個字 好幾天 如果我們香港 屌你 屌你 是吧 但是 歐洲去就是這樣的 你去到 我自然沒有那麼急 那又不會有那麼久 其實他的牢咎 都是四、五個字 那你積精 就好吃 四、五個字 香港發桌 屌你 真是屌咎你 是吧 好了 但是我不知道是否因為 材料新鮮 他的東西 是比香港的 真是 那 反而牛排裡面 是很好吃 我覺得 但是 我去歐洲這個 無論是英國 在倫敦 或者是河 阿姆斯特丹 它每樣都貴的 吃新的東西 但是飲茶就真的不貴 我上次講過 就是我九個人買單 我又叫點心 又叫炒東西 又叫鍋米 又叫燒米 一百四十幾英鎊 那一千四港元 是九個人 因為香港不行 香港現在隨時一個人 一百幾二百元 一個人 這個應該是阿姆斯特丹 再去 這個是另外一餐的 這個是另外一餐 這個是阿姆斯特丹 沒錯 就是榮記 大家看吧 大家看下面 它移動了十九歐 十八歐 一個菜 那你也沒辦法 但它每個菜 為什麼會這麼大一盤飯 因為我叫了兩個菜 原來這兩個菜 都會跟兩盤飯 那是其中一盤的 吃到你勾 我還給它 第二盤 我說不用了 還沒碰過 馬上拿回去 是 那它是這樣的 如果你譬如 蕭美飯 還是蕭美筋飯 蕭美飯 蕭美飯就叫做碟頭飯 蕭美筋飯就是這樣 那就欠了一兩歐 這是什麼 另外一個 這個叫做八身豆腐煲 有菜有成 其實都像樣的 所以我終於明白 為什麼越來越多 外國人 往這個唐人街轉 不是有唐人帶他們 我想 比例 三七 三個外國人 七個唐人 文化始終接近了 今天呢 當我說開 我有些supplier 和有些英國的網友 漏我 他們其實跟內政部 談過 英國其實是很缺很多食物的 即食物品種 那為什麼以前不做呢 其實不是英國政府特別嚴 這些是涉及我的商業秘密 那我就問我有什麼興趣做 那我就想了一陣 老實說 興趣就永遠都有 但是如果我做呢 我要起床 那裡 我不能 我兒子說請過人過去 就是打算做批發話 那我就沒有什麼 但是其實呢 啊 現在我們這裡的記 好像剛剛在醫院 就是 搭搭橋那個 他都直接回日本海鮮 啊 生果 回英國的 因為有個市場在那裡 老實說 有些東西是嚴 但是它不是不行的 是吧 以前的外國人就採兩狗 那你自己想賺錢的 就繼續努力一點 那它的燒排骨和豉油雞呢 是有水準的 嗯 不過大家就 我又不明白了 我還沒去西坦 在外國就沒有吃燒鵝 是燒鴨的 不想知道為什麼 是啊 你明白嗎 但是整天我看到那些糊 有些鵝在那裡 咦 那天鵝來 那你咬它嗎 沒有理由不能吃的 為什麼呢 我要先研究一下 如果在 我真的不知道 我當然比鴨好吃 雖然我自己喜歡吃燒鴨 多一點的 但是我問那些朋友 多數都是 十居其九都是吃我的 香一點 滑一點 是吧 好了 再去 這一個都出名了 叫做 叫做 四方屋 在荷蘭的 這個是在陸特丹的 那天我們有個街 那個街 就講英文和西班牙 因為我們的tour裡面 有我們四五十人 有六七個一個家庭 一個家庭來的就是西班牙人 結果又要講英文 又要講西班牙話 當然我不知道要講什麼 這個呢 他就這樣帶我們進去看 但是有一間屋 就是有個人 就知道 買下來 就開給你們進去 那就沒有人收一日 歐啊 我想想 我馬上跟我老婆跪 一人一歐 你差不多每一個遊客 進去都會去看的 我真的覺得非常有得做 我們再看看這相片 進去那間屋 其實就是完全沒有住 兼甲三尖八角 兼甲 兼甲 即是你這個人 信風水 肯定不好 這些是為建築而建築 大家可以看到 我揹個袋 這個袋子在往後之後 會發生一個大故事 我平時就不戴袋子 但我老婆說 她怕我被人偷東西 結果呢 就買了一個袋子 我把所有的證件都拿著 那些錢都拿著 好啊 好事 她說 喂 廢人事 你如果不是被人偷東西 正正是這個結果 我就蒙受一個很大的損失 你去到那裡我就不說 我這一個 就是為什麽那張照片 有我在那裡 我就可以拍了 播得出來 我老婆就不想播出來 其實是絕對很大 我就沒有拍了其他的位置 說真的 暗暗到 四方形 還有一個追體 那樣子 你裡面都站不穩 很多位置都浪費了 真的不行 好 再去 那附近呢 有一個 這一個是貼什麼 不是貼什麼 是一個Pencil 其實荷蘭人 荷蘭人應該是日耳萬民族 他們那些藝術 又或者他們那些 或者你扮 他們覺得 那些Modern Arts 他們是差不多 三部 一樓十部 一角的Museum 什麼都叫做Museum 什麼都叫做Museum 什麼都叫做建築 這個叫Pencil 不知道Pencil是什麼 Pencil都知道 我就不覺得是什麽特別的 但你問我 我們荷蘭人是說風水 那些一定不好 那些 我們當然要四平八穩 事事正正 那這些 那怎麼搞呢 好 再去 好了 這裏 你就不要以為是見到Pencil 就是Pencil 其實這個是 我們去 有一個 在陸特丹去海 中間的一個地方 有一間工廠 就是 荷蘭人也很出名 你們去到 看到一些白色的瓷器 藍彩 就是藍色的陶彩 它是那間工廠 但是很貴的 他也教我們 怎樣去分工 和印刷 但是印刷都貴 也是經過人工去印刷的 所以我看見 那些怎樣貴 當然 他裏面有個介紹 其實 都是來自中國的瓷器 就是China 他們去仿效 現在已經是為皇室去畫 那真是用人手畫 那些根本就真的很貴 可能買一隻碟 你都四五千元 你想一下歐洲人的人工 又懂得畫畫 人家不知道說不到一隻 那幾千元 另外有一些印出來 都貴 他在這一期 他剛剛在做一個 北加索的展 就是他有一些瓷器 就會賠上北加索的作品風格上去 所以我在門口 就是去另一個 那裡的 中間的一個城市 之前就在這間 這樣的瓷器廠裡拍攝 你看完那些之後 你去到出去 陸特丹 阿姆斯特丹 那些souvenir shop 看到人家那些瓷的鞋 或者那些白瓷器 那些藍色菜 你便理解多一點點 那你問我 當然不是我們 不夠我們 什麼中國景德鎮那些漂亮 玩什麼唐三彩那些漂亮 好 再去 這裏不漂亮 這裏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Dirth那個城市 我認得那一輛車 這個叫做舊教堂 這個城市 其實有很多故事講的 我們在中間在那裡吃 因為它 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盟軍其中有一個 荷蘭特在這裏 是一個指揮中心 但是它是往矣 而這一個城市 也都是 它的黃家 橙色 黃家 它的家庭 即是它的皇帝 就葬在這一個 這個叫舊教堂 它對面有一個新教堂 那裏 新教堂要給錢進去看 我心想 你老母 又不是給我看你那些 莫乃伊 無論如何還要給錢 而且 當我看完一兩個教堂之後 你再叫我看什麼 荷蘭教堂 我真的不要教我 整個歐洲 周圍都是 是吧 你沒看過 就看一下 周圍都是 這年曼城裡面 都有很多舊教堂 都不知道 一六多年幾年 大佬不要教我 我真的 我真的沒有那麼高級 好 好 再去 跟著我們 其實這裏 又回到 陸特丹 我亂買照 太心急做節目 又回到 阿姆斯特丹 其實這裏 已經是唐人街 一帶裡面的 運河 這裏 甚至乎 其實 你們看照片 看得最多 那些遊客 就在這裏拍照 就像我和你現在的位置 那裏拍照 一兩旁 其中就是這個 紅燈區 好 再去 這一個也是很經典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經典 我經常見到人在這裏拍照 去春打卡 都在這裏 我前面幾天都見不到強國人 終於被我見到強國的主婦 屌你老母 她就站在中間 她比較側一點 我就可以拍到 屌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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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在這裏排隊 不是排隊的 就是在等著 我終於說 小姐 你拍了什麼 這裏話 很多人 都不像 但我和我靈光的國語 好 她都知道 但是其實她看著我們 她真的沒有反應 她真的不想 直至我出聲 屌你老母 在那裏操守夢之 屌你老母 應該幾十張 就是這個位置 有時候我就想 有些人在這裏住 有些人甚至乎 有一個私人 小步行 有私人船 不一定要開車 可能就拍在 你看到房間那裏 就是拍在那裏 我心想 屌你老母 住在那裏 其實沒有什麼人事 不斷有那些巡航船去看 還有 不接地氣 我真的不知道 我就不會住 但你去旅遊 就覺得很有趣 再去 最後 當然 我們上星期播過 其實旁邊 我們看到的 茉莉 Worch 那裏 其實是一間 打真軍的地方 老實說 其實 它一直 我們左邊那裏 就是紅燈區 有很多 是有些儲商女郎 橫街窄巷都有的 現在還沒夠 對面那些遊客 就聚在那裏 所以我覺得 你要鼓起勇氣 進去叫雞都不容易 誰知道是打真軍 誰知道 為什麼 他其實是有了 我問我女婆看不看 不看 有什麼好看 我免得 因為如果看完 我要交功課就麻煩了 他裏面 是有真人表演 什麼真人表演 就好像泰國那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泰國那樣回來 有開氣水蓋那些 跟著就是男女 不用被引導 我所知 打真軍 和多男多女 就是一個表演 那不便宜 可能 我想可能要三四十磅 你可以 如果你 其實去歐洲 我這次去完之後 它很多時候 你可以先在Apps 那裏 訂我先的 但是 在Apps 訂就是公家的 我呢 爹你去找到哪裏 就是我老婆訂Apps 然後呢 一句 就是 哎呀 Mr. make it cheaper 基本上都沒有問題的 一定會便宜到 所以呢 真的要 但是你就沒有這麼安心 因為你 沒有訂定東西 是啊 你去到哪裏 好像我老婆 我訂了去阿職士的球場 那樣 吵你了 那我就去 去到我又早了一小時 吵你了 你還在那裏等我 那我實際呢 走過去說 喂 吵你了 我可不可以現在走 我爹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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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的 邪死有隔 這一檔東西 如果我去過荷蘭的朋友 你會發覺 他有 後來我看了一個 sass museum的 但是那個就真的沒有了 得淡少 這些是真人表演 有 裙膠 我不知道有沒有藍藍 是吧 那麽 其實紅燈鏡 我剛才講到 有些好像我那樣的款 但是其實呢 因為我老婆在那裏 其實呢 也都不乎由好親才 當然我不講小看 我有些 by eye measure 基本上就是 你們在看的那些日本 不是日本 是歐美小電影 那些十幾二十歲的 年輕女主 那些是有的 那些骨子還是很細 有空有成的 而且全部都是坦空露備 即是高差開到上來 那一般收費就不貴的 我問過了 就50鎊 但是不知道15至10分鐘 那麽我覺得很大壓力 如果15至10分鐘 那麽我覺得很大壓力 你有沒有收到人嗎 因為不知道 你有沒有收到人嗎 我相信是 我相信是 那一刻都不算了 出來的 一開門出來 叫他 鄭伊健 你怎麼斷臉 雙琦 你真的 老實說 那你如果50鎊 在那邊來講 你吃個飯也十幾鎊 50鎊 又不是很貴的 那歐洲 那多數現在那些 就是因為拐賣就少了 我不覺得那一百百分比 其實很多的東歐 什麼巴里幹半島啊 什麼黑羅里亞 捷克啊 就是經濟發展得 沒有那麼盛的國家 在裏西亞國去做 又或者 可能我看上去 有些 墨西哥 意大利 都不奇怪的 那你 有些 可能你可以跟它講 因為它有幾種服務 我所知道 有債擔 就是 投膠 還有博物 我想都是這樣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其實都可以去看 當然 橫街產業 充斥著很多大麻店 我又不覺得很多人 因為是合法化的 買大麻在那裡 街上都沒有什麼大麻味 反而我在英國 周圍都聞到大麻味 那些酒吧附近 在曼城都很多 沒什麼所謂 其實英國就很尷尬 英國就沒有說合法 但是又不犯法 你不知道它算怎樣 在阿姆斯特丹 周圍都是這些 商店都賣大麻 我沒有聞到那種味 也看不到人吃 但是看到很多人 不會買的 就是買了一粒大麻糖 大麻衣 不是大麻做的衣服 本來我也想買一些 熟大麻回來 就是火賣人 但是我想想 搞你了 媽 生的種子 我一定會死去的 香港一定會發佛 熟的 如果裡面有粒生的 那麽大麻 不要搞那麽多東西 因為熟了 應該是可以帶的 怎麼可以回去做火賣人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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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蘭呢 其實這個 就已經是 我第三日的行程 那麽 但是為什麽 那麽 一天一天 我只去一個飯店 晚上便去吃三餐飯 都當是一天的 因為如果不是 我真的度過不了 6日午夜 但是阿姆斯特丹 我就走到 你譬如說 現在這個第二條行 轉來到什麼店 我傳給了 好了 那麽 我看看有沒有趕得及呢 希望可以找到 我想他明天不知回來香港沒有 我都盡快想開那個AI班 我覺得那個真的幫到大家 無論在職場上面 或者自己的自我增值 大哥 現在人家真的什麼都AI 你還昂貓貓 那我們怎麼搞呢 OK 好 明天再見 拜拜